Hi! My name is Kai Ewan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拍片日常 那我們今天要來玩的比較不一樣 我們想要玩攝影 先來玩攝影的部分 因為我想要把我們的鏡位放在這邊 就是我們可以拍到戶外的東西 就是偏重日光的部分 那如果太陽下山我們就沒有辦法執行 所以要速度快一點 OK那我們就快速叫好我們的攝影機 那我們上面還加了無限突傳 這樣子我坐在那邊我才知道我到底在做什麼 那我們鏡頭是用SIGMA的2435 鏡在24端 差不多就是這樣子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來用燈光的部分 那因為今天外面是有點陰天陰天 所以呢 我想要讓我們的外面陰天的天空向裡面延伸 所以我要在這裡多一片CRLS 然後用一個300D去照那個CRLS 那那個CRLS我應該是用4號最柔和的那一篇 就是一個微弱延伸 把那個陰天的天空往內延伸一點 打到我頭頂這邊 那我待會還會用這個APTURE的TRI-8平板燈 它是雙色溫的平板燈 因為我想要跟外面的那個色溫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要Match那個色溫 我們只能用雙色溫的平板燈 那我們就想說要自然一點 就是有點像是陽光照進房間 然後反射反射 然後再照到我們人的感覺 所以面積要夠大才會夠自然 所以我要把這個平板燈過一個空光幕 就會讓它更加面積更大 更加柔和 好啦我們就直接來執行吧 OK那我們燈光就這樣架好啦 那簡單就是說 一個300D直接飛過來 飛到一片的CRLS 那這一片CRLS就直接勾勒我這邊的線條 就是整體 這裡有一個 有點像外面延伸的陽光 到裡面來 就是這一個CRLS辦到的事情 那我們APTURE TRI-8過的一個空光幕 我們用一個BOM桿撐起來 還有兩個曬衣夾把這一塊空光幕這樣夾起來 那這一個300D呢 就直接拿一根燈角 飛過這一個空光幕 因為不要過空光幕 我們只能用Faded 如果往下的話 我們就會照到我的人坐在那邊 所以我們要避開人的話 我們就把它飛到高一點的地方 然後照到遠方的CRLS 那我們燈光色溫300D 就是定在5600K 那就是這一片CRLS 沒有辦法改變 那這個TRI-8呢 我們可以改變 我們把它調成6200到6100左右 就6100-6200左右 然後跟外面的 戶外陽光搭配 但是現在有點陽光出來 可能更黃一點 但是我們就定在一個色溫 就不要再動它了 不然調色會非常困難 這一個呢 就是我們剛剛的TRI-8 然後過了一個空光幕 這樣照過來 就像這樣子 那我們的影子 這邊的影子就會被打淡一點點 就讓面光再更多一點 就是讓暗部的細節更多 而不要讓它變成太平淡 就是加一點點就好 好啦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燈光 那我們接下來就可以開始拍影片囉 OK 那我們的影片就這樣拍完啦 那我們最終的影片會放在下方連結 有興趣就去看一下吧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的拍片 日常分享影片 那大家記得喜歡這影片按讚 訂閱我的頻道 可以來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那這裡有一個全部的日常影片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yu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